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事实上我们家惨淡呢 可能跟目前的经济刺激方案还是谈不拢有比较直接的关系 我们今天就听到了Mnuchin她在接受访问的时候就说 是十分惊喜的跟Nancy Pelosi希望可以达到一个这个刺激方案的共识 但是在大选之前呢 现在看起来情况是不太乐观 Nancy Pelosi也说 其实达到了非常多的进程 双方的讨论也很正面 但是呢 对于国家策略测试计划当中比较大的一个旗舰没有办法克服 Mnuchin就说 如果今天川普他获得连任的话 在下一届的内阁当中他还会继续留任 主要的目的呢 就是希望可以在十年当中来处理完美国的债务 那另外就说回了这个刺激方案 Mnuchin McConnell在礼拜二的时候就提出来 可能会在下个礼拜在参议院提出一个大约规模5000亿美元的小型纾困方案 不过看起来呢 民主党这边应该是不会同意 再来呢 我们来看到的是美国国防长Azper跟南韩的防长 举行了韩美保安会议 Azper在这个会前就说 北韩的核子跟导弹计划 目前对于不仅仅是美国 对于全球的安全稳定 还是有一个非常大的威胁 他说 美国现在还是非常致力在南韩以及北韩的安全 以及一个和平上面呢 是尽最大的努力 但是就认为 南韩跟美国之间应该要达成一个共识 就是这个经费要怎么样来分摊 不可以多让美国人来出这个钱 这个对美国的纳税人是不公平的 那另外呢 国防 这个国务卿蓬佩奥就认为 如果在看过去这两年的数字的话 平壤都没有在使用导弹 没有在设施导弹 所以这个是非常明确的证据 就是目前川普政府对于压制平壤是非常有效的 那再来看一下特斯拉的最新消息 这个是美国的亿万富翁知名投资者叫Ron Barron 他就说呢 特斯拉在过去这段时间表现十分的令人惊艳 他认为市值应该可以达到两兆美元 另外呢 他也认为特斯拉的老板Elon Musk 他底下的另外一个太空事业叫做SpaceX 应该也是非常的有机会可以发展成像Tesla这样子的一个企业 所以如果您关注这两只股票的话呢 现在看起来这个前景是十分光明的 再来 大家是不是都有点忘记这个TikTok 现在到底这出戏是演到哪里了呢 今天的最新消息是来自华盛顿的上诉法院 现在已经同意要加速来处理涉及TikTok的这个禁令上诉案 将会在下个月的12号来处理控辩双方的简短陈述之后呢 再来听取双方的口头辩证 这个是华盛顿地方法院的法官 他叫做Carl Nichols 他是在上个月27号就颁布了临时禁令 阻止美国商务部希望苹果跟谷歌 他们在手机的应用程式下架TikTok的这样子一个禁令 那美国的司法部当然就是马上又上诉回去 所以双方接下来呢 就会在下个月12号来进行口头的政变 再来呢就是看一下这个拜登 现在在民调上面呢是节节领先川普 我想大家除了关注大选结果之外呢 也要看到长远对于美国的经济 会造成一个什么样子的影响 经济学家们现在就有了一个新的名词 叫做拜登经济学 也就是Bidenomics 那经济学家们认为Bidenomics倒是好还是不好呢 现在看起来这个评价是非常的两极化 主要就是对于四种选举之后的结局做出分析 一个是民主党完胜 第二个呢就是拜登赢了总统的这个位置 但是失去了国会 还有一个是拜登 川普赢得这个大选的位置 但是呢失去了国会以及共和党完胜 这四个不同的方案对于美国经济会造成什么样子的影响 分析之后显示呢 如果今天是民主党完胜 可能对经济在这个短时间的复苏是更有利的 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我们在今天下午的来围观当中会带大家来一起关注 不过首先先来看一下今天北美下午的最新新闻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今天宣布 国务院的民主人权事务助卿 Robert Destrell将会担任西藏事务特别协调员 负责推动中共跟西藏代表之间的对话 他强调美国将努力确保中国为侵犯人权自由付出代价 2002年的西藏政策法就规定 美国务卿应该在与相关国会委员协商之后 任命一位西藏事务特别协调员 来推动中共跟西藏代表之间的对话 在今天之前这个职位已经悬缺将近三年九个月 民主党籍的联邦众议员麦考文 以及共和党的众议员斯密斯等超越议员去年 联名致函蓬佩奥要求国务院尽速落实该法 蓬佩奥说除了要促进中国和达赖喇嘛之间的对话 还要保护藏人的独特宗教文化跟语言 促进西藏地区的人权可以得到尊重 蓬佩奥就强调美方会竭尽所难 与世界各地一起来了解议题的重要性 跟国家组织的联盟 并且致力让中共为侵犯 基本人类自由的行径来付出代价 另外他也表示上个礼拜就致函给美国大政院校 还有义务教育K-12系统的校长 警告中国是如何利用孔子学院 还有孔子教室来实施传播 以及扼杀学术的自由 再来看到川普总统的相关消息 川普总统跟拜登 明天虽然不会像原定计划的来进行辩论 但是将会同样的时间在不同的地点现身市民大会打对台 还是有机会可以正面交锋 国家广播新闻公司联合网NBC News 在今天证实将会在明天美东时间晚上8点的黄金时段 来转播川普在迈亚密举行市民大会行事的活动 回答佛罗里达州选民的问题 而拜登早就排定同样的时间会在费城举行市民大会 由ABC转播时间是完全重叠 NBC表示将会在迈亚密的Paris Art Museum的户外 举行这场市民大会 而且会要求观众戴口罩 主持人跟川普也会保持至少3.6公尺的距离 打对台的消息传出来之后 推特上马上就出现抵制NBC的标签 也就是Boycott NBC 主要就是认为拜登早就已经订了时间 为什么川普订的时间要是一模一样呢 川普跟拜登除了在明天可能市民大会打对台之外 在10月22号现在也预定将会在Nashville 举行最后一场辩论会 再来看到纽约的消息 纽约州长Andrew Cuomo在今天表示 州长已经出面之会 纽约市在内的各地方政府 警告地方政府如果不能在疫情反弹区来确保防疫执法 将会没有办法获得州府的拨款 此外州长办公室也向疫情反弹区的各学校发出警告 如果违反防疫规定 擅自复刻必须要尽快关闭 否则也不能得到州府的拨款 Como就表示 现在还是非常密切注意正统犹太教社区的防疫形式 他说我们已经对这些社区阐明防疫规定要如何进行 我保证如果有任何正统犹太学校违规 他们就不会获得州府的拨款 会有更多人愿意遵守规定 他重申 纽约州的抗疫工作可能要至少再持续一年 因为部分居民即便在新冠疫苗 可能在明年或是今年底就要出轮的情况之下 也会拒绝接种 除非百分之百的居民都接种疫苗 否则防疫的工作可能要维持好几年 再来就看到家中关系的相关消息 家中贸易理事会在家中建交50周年之际 13号和14号两天在北京举行年度大会和商务论坛 中国的商务副部长王寿文周二在会场就提到 加拿大要对两国关系低迷负责必须释放孟晚舟 现场就响起了大量的鼓掌声 但是当加拿大的小企业出口促进 还有国际贸易部长武凤仪 还有加拿大的驻华大使包达明 呼吁中国释放康明凯 还有Microsoft Bovot要求宽大处理 涉及贩毒的加拿大人谢伦伯格时 现场却是一片安静 没有任何人给予掌声 加拿大最有影响力的企业家族之一 加拿大的鲍尔集团公司高级顾问就表示 他是现在加州贸易理事会的主席 而这个问题一直拖延 这令加州的商界都十分感到沮丧 虽然就要说回加州目前的关系了 50年前的今天 加州正式建交 关系在过去的50年当中是平稳发展 许多的领域是建立起非常紧密的合作关系 但是在孟晚舟的案件之下 这一切都改变了 加拿大的华裔学者赖小刚就表示 50年加拿大与中国的努力 双方的努力在一年06个月内呢 是完全付诸东流 他说今天的加州关系是一种双方都没有办法控制的自由落体状态 而且他认为这个落在哪里呢 这个镜头在哪里呢 是完全都看不到的 他认为加州关系走到今天这一步 责任完全都在北京 不知道观众朋友您怎么看呢 留言告诉我们您的看法吧 以上就是今天的北美新闻 我是为人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